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 Range Finder 旁逐相機對焦的方法 其實很多新手都擔心 就是剛剛開始玩 用開自動對焦的相機 用手動對焦的相機會搞不定 其實當中有三個方法 總有一個方法會適合你用 在使用上,我講第一個 最經典的就是 不外乎Range Finder 對焦 Range Finder 旁逐對焦 其實原理就是 一個蝶影對焦 例如拍了一個人 他對焦的時候 如果未對準的時候 可能會看到兩個人拍 當你對準焦的時候 對焦的時候 好像現在這樣 我對 OK 你對準焦後 其實是 會是兩個影像 在一起 可能你會看到一個人 其實只要加多些練習 其實很快就會熟習 這個 而第二個 就是最簡單的 其實就是一個 Live View的功能 即是實時的取景 例如這部是240 例如這部是240 可以看到一個畫面 你現在實時的話 可以看到是什麼 就拍什麼 你可以對焦 對到差不多 有時候你要放大去對 可以有五倍 十倍 以及一倍 因應你想要多清楚 以及有多穩定 你去調校這個放大比率 像現在這樣對對了 按鍵 縮小 這樣就拍到 雖然現在沒有SD卡 但當你真的用的時候 就是這麼簡單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呢 其實呢 用這個Live View的話 即是實時取景 不過就只限 數碼機 其中包括240 MP240 或者是Monocone的246 以及現在最新的M10 才可以有這個 如果其他菲林機 或者M9、M8 是做不到的 那第三個方法 就是你用景深尺的原理 再加上目測去對焦 那這個方法呢 其實就很原始 但亦都很實際 這個對焦方法 那我先講一講 這個景深尺的原理 以及怎樣去使用 那樣東西 譬如說這裡 一支28mm的鏡頭 因為它的景深尺比較寬 那便方便你去看 那現在我調校到5.6 那你會見到 其實5.6 這裡呢 其實這裡 你看到5.6 去到這邊的5.6 有兩個5.6 其實這些數字都是一樣的 都是排列了2 4 6 5.6 8 11 16 另一邊都是這樣的 2 4 5.6 8 11 16 那這兩個 譬如說 我調校到5.6 那是怎樣看的呢 假設我現在拍這裏 是3米的 那我扭到3米 是中間對正中間 那變了 你可以看到這裏 其實在另一邊 這個5.6 左手邊的5.6 是對著2米之前少少少的 2米和1.5之間 那個範圍裡面 那可能大約是1.7 那麽上下 而另外一邊呢 就是5.6 就去到 10米的了 那 那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就 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說 大約是1.7米 去到10米 這個範圍呢 都是清的 可接受範圍 那當然最清楚 就一定是 就是 這個3米這個範圍 那 那現在譬如說 我對著這個招牌 就3米的 我現在拍一張試試 拍了 拍了 那 其實看到呢 是 清晰的 那 就算我把它放到 最大 你看到那些字仔 都是清晰的 那 那就是說 其實我這個原理呢 其實是work的 那如果你說 都不知道是米的 這個 那你可以自己試一試 那當然28 那些 那些 Y這個 但如果是 如果是 鏡頭 那就 那可能會太窄 所以就是要去對焦了 Wagefinder 其實很好用的 它有三個方式 去對焦 你只要 勤加練習呢 是一定可以的 我可以 你一定可以 其實我們不時有 小美器材的介绍的短片上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给个赞我们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 拜拜